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说电影 今天喵妹给大家分享电影《小姐》 秀子小姐是一个没落日本贵族的后代 具有家族财产的继承人 自小父母双亡,一直跟随着姨父在朝鲜生活 然而这笔财产却被冒牌公爵腾元惦记上了 她觉得身居贵中的秀子不按事事 只要娶她为妻再借口送进精神病院 那么就能将她的财产据为己有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 腾元将出生于小偷世家的喜儿 送到秀子身边当女佣 如此一来,两人就能理应外合 美丽的秀子和她的万贯家财 都将是他们的能中之物 但在喜儿的眼中 秀子有些傻白甜 而又有点神经衰弱 为人善良,但是十分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朝夕相处的两人之间 逐渐产生了暧昧的倾诉 而看清虚远又贪婪的腾元的面目后 渐渐令喜儿有些反感 可是面对高额的报酬 喜儿选择了背叛 在她的游说下 秀子和腾元私奔 在日本举行了结婚仪式 婚后,秀子有些郁郁寡欢 就在两人按照原计划 将秀子送进精神病院时 喜儿却被当成贵族小姐抓了进去 回到秀子的视角 原来,谭渐早就与她有过接触 发现不可能用爱情 符合对方的身心后 谭渐决定跟秀子做一个交易 她负责将秀子 从她姨父的苦海中救出来 条件是财产全部归她 然而,秀子从小就活在姨父的阴影下 她经常在姨父的私人拍卖会上 朗读有色小说 以推销这些稀有书籍 在她小时候 姨母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企图逃跑 却被抓回来活活害死了 谭渐明白她的顾虑 给了她一批迷药 说如果被姨父抓住 这药能在数秒内使人昏迷 以便逃出生天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私奔结婚 再调转主仆身份 是姨父无法追踪的计划 然而,谭渐唯一没有料到的变数出现了 她没想到 秀子和喜儿会相按 在喜儿跪着求秀子嫁给谭渐时 秀子愤怒地打了她一巴掌 然后决定上吊自尽 这下喜儿慌了神 把事情真相都说了出来 于是两人决定将计就计 一起按原计划进行 喜儿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里 但不久她的家人就通过纵火 并假扮灭火人员救走了她 而谭渐和秀子进行了庆祝 却在喝下加利民药的红酒后 晕倒在地 随后秀子和喜儿两人 交兑成现金的财产 带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 获得了自由和新生 不过秀子还不忘报复藤原 她写信给姨父 告知了所有的实情 藤原被抓到地下室里 只有谋 原本想要娶秀子的姨父 对两人的新婚生活 十分感兴趣 不料却被藤原的寒孔香烟堵死了 影片也到此结束 也许秀子小姐曾经骑桥上舱 怕使者来拯救自己 但她应该没想过 会是一个娇小柔柔的女子 在喜儿发现 她每天朗诺的书籍内容时 不顾一切地进行了破坏 撕碎 推倒 将变态姨父的珍藏尽悔 那一刻 秀子在心中默念 她就是我的绝世英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